长得很简单 想好看人 一本钟高吸血 这宝宝飞行跟台子两个是冲突的 高吸血上去 我们看防御的位置 是不是进台 没有动 走着飞行位 来 这边看到我们的台子 来 飞行 吸血 给他 走着飞行位 掉了鬼魂 吸血走飞行位 等一下数一下 吸血走飞行 飞行前排 偷袭 偷袭 防御在上排 走高夜战了 夜战跟台子是跳位的 这宝宝会变成三个技能 随机掉一个 夜战 进台 跟小飞行 三走一 我们看上排 跳上去 OK的 掉了敏捷 啊 这叫打币脸的 然后这本来上高币 简单 强悍 坦然 然后看上排 高夜战在不在 夜战在的 说明进台是百分百在的 这样的 剩高偷 高偷 壁垒 民思 啊 高偷 壁垒 民思 我们先走 壁垒吧 上壁垒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技能在不在 看高夜战 只要这个高夜战呢 在这里 这个进台就不会掉 OK 进台是不会掉的 来这边出大火啊 来 宝玉 壁垒 掉了细险啊 很简单 强悍 坦然 听铁又明白的 在路口 容易早三 呵呵 早三 呵呵 很心酸 那我们上高偷 写 高偷 还是看上面的夜战呢 静台是在的啊 出高偷 来 出大火 出台子 出飞行 出壁垒 好 高吸血肯定在这两个辈子 因为刚打 打打飞行为 壁垒上跳 不太好跳 壁垒上跳 不太好跳 上高神 看上面的夜战啊 看前格是一道封闭的桥 静台是在的 来出高偷 好 来出高神 来这边出飞行 这边出壁垒掉大火 妈的壁垒走 先走高防御 先走高防御 还是看着高夜战啊 OK 静台在的 来出高偷 出高神 好 来出高防 来 调飞行 没错 现在只是上壁垒了啊 为什么爱得整个人的伤 还是看着高夜战啊 OK 静台在 来出高偷 出高神 来这边出高防 吊大火 没错 呃 老板你现在可以带高吸血套啊 或者继续啊 因为这宝宝少名思啊 嗯 老板说是可以的啊 行 可以那就上话吧